如果這樣升上去,那怎麼辦呢? 升到500點之後 初步用技術走勢以次配合市場的角度因素 今天這樣升會不會跟星期五的期指結算有關呢? 要留意 第二個要留意就是 剛才說了很重要的經濟數據 就是星期五出 這個會有影響呢? 第二個要留意 第三個要留意 就是畢竟現在升到這些位置 再急升的水位有多少呢? 暫時看又未必太多 因為你看到保獨家通道頂已經逼近微折了 逼近微折了 29,223 這個和現在相差300點左右 這個其中一個限制令你可能再上升的空間 就未必太多 以短線來計 第二個剛才說了 是經濟數據 第三個要留意 就是今天這樣升的同時 你看一看恆生科技指數 你發現恆生科技指數還未升穿 條保獨家通道中軸 換言之 它還在下方爭持著 它迫近著 因為中軸大概在8023 今天收入8000點加4點至8004點 所以還未突破 可以這樣說 恆生科技指數還未配合到恆生指數的升勢 所以這種種種的跡象來看 恆生指數今天升了上去 那明天有機會回吐 回吐之後 你可能有機會再衝一衝 但是暫時 就算再衝一衝 都不要看那麼高 都是暫時 你看一個阻力 可能在29,200點左右 開始就要阻力了 所以暴存的時候 就可以用這個來做一個參考 好啦